鲍结婚 鲍结婚 旦旦娅 他就是我男朋友 uxiri 走啦 走啦 不及一句 gre不及见了 不过 她还在这里等我 多老了 老三哥 Second 老三哥 老三大哥 老三哥也可以 老三哥 老三 马娃 在美国发展得那么好 很成功 为什么放弃所有的一切 要回到中国重新开始呢 这个城市这么大 我还能遇见你吗 隐身 我回来了 你吃 还是网络的超市人吗 这个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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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买吃的 直接到三个月 这样快一点 我待会儿还有视频 晚一点还有个视频会 什么视频会安排在这么晚啊 英国公司 多许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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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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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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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辰 我想她并不在意吧 不在意 对啊 你可能觉得每个人都跟你一样 没心没肺 无情无义吧 你刚失踪的那几天 她找你找的都快要发疯了 后来甚至 每天去宿舍楼下等 可是等来了什么呢 来了几个人 把你的东西都拿走了 然后告诉她 告诉我们 你去美国了 有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赵茂生 你真狠啊 我到现在 都能记得她当时的样子 整个人 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从上到下都是绝望啊 她 她那么高的一个人 居然会露出那种表情 也许 她是内疚吧 抛弃她去美国的是你 该内疚的也应该是你吧 你不明白 我自己有眼睛 我自己会看 我自己会看 所有的人 都以为是我抛弃了她吗 明明不是吧 明明是她说 不想再见到我 说她的音乐从来都不认识我 这个话题过了 我们换个聊聊吧 怎么了 聊不下去了 换个话题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吗 聊一下下午的拍摄吧 拍摄 拍摄 何律师 什么事 肖小刚才留下了一张杂事社摄影师的联系方式 说是刚才忘了给你 好 安排一下 这次肖小的案子由陆律师负责 好 我会跟陆律师沟通的 不用了 这个案子我会亲自负责 联系这位摄影师 告诉她 我希望她能亲自向我证明 她的摄影师资料 否则她们将会面临超恶赔偿 好 赵小姐 很抱歉 我们的代表律师正在赶回来 请再等一等 哦 好 没事 拜拜 拜拜 我们的表面 成功 和下 所以 你说 好 整个 最新闭 衣服 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遍 最后一天 最后一遍 滴滴答答 消失的时间 最后这场爱情 难逃浩劫 到处幻灭 最显现的告别 眼海安心 终结 清晨 最显现的告别 你帮我取消面前一遍 对 对 直接取消 最近没有取美国的机会 对 对 对 是下班后 都没有回来 对 她说这是给您的证明材料 可以下班 好的 你怎么都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那么丑 住哪里处了 你说自己的名字写得那么丑 是 咱们单出去接 咱们单出去接 刘叔 嗯 张老师 你能不能用心地听我说 不是这个话 嗯 反正你可以帮我找你 有你在 我可以通了一辈子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啊 一辈子 你怎么来了 刚下班 顺便上来看看你 还在忙 还有点事情没处理完 什么事情不能明天再处理啊 你现在可是合伙人了 还跟以前那么拼 习惯了 好吧 我知道你是个工作狂 说什么都没有用的 我今天来呢 也是有事相求 大律师 找陌生 有事找啊 你的那个案子 是不是要追究到底 直接上法庭 怎么了 看见对方是谁 是我他啦 你想太多了 我只是跟你确定一下 我是真的 没想告他呀 我就是觉得好玩 哎 那他看见我的律师是你的时候 什么表情 是不是都惊呆了 他没见到我 为什么 你不会以为 这种小案子 我还会亲自去办吧 哎 那看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确实是变了 嗯 我还以为 你会迫不及待的去见他呢 又心慌了吧 我 不觉得我们现在的话题 和我们的案子 有什么关系 那你觉得 心里永远留着一根刺 有意思吗 你究竟想干什么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晓晓 我不知道你居然会这么无聊 我就是这么无聊呀 那 那你们两个明明是有误会 为什么就不能说清楚呢 哪里误会 好 好 好 算我网做小人 哎 就是不知道这个赵陌生 这次回来 什么时候再回去呀 那万一明天走了怎么办呀 呀 那你岂不是 要抱着你的法律 打一辈子光光 太可惜了吧 不劳你飞行 我下午还有事 我先走了 拜拜 我就不信 你能一直忍下去 进行 闭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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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会儿就好 小姐 问你一下 前几天你有没有丢东西 没有啊 我前几天来这儿买过东西 但是没有丢东西 那这个是你的吧 不是我的 你可能认错人了 你打开看看 这不是我的 我 你看一下 照片上的人是你吧 虽然和现在差别很大 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照片上是我 但这个钱包 确实不是我的 我不能拿 小姐 肯定是一定认识你的人 说不定这个皮夹的主人在暗恋你 可是 这个不是我的 我真的不能拿 一直也没有人来领 放在我们这儿也不好处理 交上去也是充公 还不给你 你和皮夹的主人肯定有关联 说不定啊 我还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 会不会是 他都不想见我 怎么会是他的 没身份证 也没什么卡 这要送到警察局 也很难找到施主吧 我来到 你的城市 是从神剑上下来的吗 还有刚硬 想想着 没我的日子 你是这样的孤独 这是一辰的紫 拿着你给的照片 熟悉的那一条街 只是没了你的画面 我们回不到那天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在街角的咖啡店 不再去说从前 只是寒暄 对你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只是说一句 好久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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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 谢谢啊 美金姐 你帮我开一下 我上去哪项里去送个文件 好 谢谢啊 你好 你好 请问您有什么事情吗 嗯 请问 何以辰律师是在这儿工作吗 对啊 请问您有预约吗 嗯 真的是在这里工作吗 嗯 请问您有预约吗 哦 没有 嗯 如果您有什么事情的话 我可以帮您转达 或者您可以在那边 稍微坐一会儿 何律师现在在区法院 大概两个小时之后回来 不用了 我 下次再来 哦 嗯 要不 还是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她 这也是她的钱包 嗯 好的 麻烦您 嗯 还是 我想不用我强调 每个从事律师行业的人 都应该知道 开庭时间的重要性 对不起何律师 是我把时间急错了 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去跟委托人道歉 如果不是及时发现了错误 很可能由于你的疏忽 委托人会被法院判撤诉 做事这么不严谨 我不建议你从事法律工作 何律师 这次也是我的疏忽 回头我一定好好教导她 出去吧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 是 是 新人吧 别发这么大 你这么铁面乌丝的样子 以后哪个美女还敢来咱们走 我说何律师 你在我们淳朴的百姓当中 隐藏得很深嘛 平时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 今天让我抓着了吧 我钱包怎么会在你那儿 今天下午一个美女送到咱们所 说吧 是不是在外面有什么桃花斋了 钱包居然在人家里 肯定在人家过夜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 送钱包来的是什么人 不认识 一个短头发的姑娘 眼睛挺大的 听美情说好像是什么 杂志社的赵小姐 她人呢 早走了 你就承认了吧 你肯定干了对不起人家的事 不然人家怎么会躲在咖啡馆 看见你走了才敢进咱们所 你可不能干什么骗财骗色的事啊 看着我走了 她 才进来 对 我在咖啡馆吃东西 看见一个姑娘 一直看着咱们所大门 我还以为是来寻仇的呢 没想到是情仇 嗯 我还以为是来寻仇的呢 没想到是情仇 嗯 我还以为是来寻仇的呢 我还以为是来寻仇的 嗯 嗯 嗯 你先出去吧 这么快赶我走 事实真下还没交代呢 老云 我想静一静 钱我可没动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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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明天走不成功啊 那你岂不是 要报上你法律一辈子过吗 太可惜了吧 赵小姐 何先生 请坐 你要不要喝点什么 谢谢 不用 我说几句话就做 你来找我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萧萧 我是他的律师 有什么事情吗 赵小姐三天前 来毕书所曾说过 会再度光临 却迟迟不见你 我只好亲自过来拜访 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刚好有正常人的推理能力 我是过去换皮夹的 既然你已经拿到了 我就不再跑一趟了 除了换皮夹 没有别的事 没有别的事 没有了 关于那个案子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谈公事 呢 这里面原来有一张照片 赵小姐知道夏丰了吗 有吗 没有注意 这里面除了钱以外 什么都没有 那赵小姐是如何知道 皮夹是我的 可以把照片还给我吧 照片上的人是我 为什么要把她 我劝你不要和一个律师 讨论物品所有权的问题 照片在这儿 明天给我 明天我好了 我觉得 我们彼此 都不想跟对方 有太多的前程 有太多人 你让我照片做什么 谁知道 也许我想放在我身边 实时提醒我那段愚蠢的过去 我明天回来去 你若是没苦 可以请别人转交 再见 等一下 明天我会送过去 明天我会送过去 好 谢谢你的好送 明天见 你去找 conoc人我会送过去 你去送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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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送过去 你去送 distingu了 沿海岸线终结 这鲜鲜的告别 沿海岸线终结 沿海岸线终结 如果贵宝杂志社的赵小姐来 叫她进来见我 好的 何律师 下午一点到三点 是和李律律所的合伙人会面 就AT公司的赔偿方案进行谈判 地点在对方律所 四点左右 红远的张副总会来公司拜访你 沈总和李律的会面 都替我挪到明天和后天 好 那今天的外出行程都帮你取消了 对 好 我知道了 好 刚才有个女士送来的这个 她人呢 她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走多久了 刚刚走 我会看错了吗 诶 雨晨 难道 刚刚真是照慕生吗 大学时候多单纯 不管雨晨多冷漠 多巨人千里 我都可以端着一张像里 跟前跟后 现在 却连说两句话的元气 都没了 上车 嗯 这里不能停车 上这里 中餐还是西餐 中餐 你还会拿筷子吗 你还会拿筷子吗 你是想要请我吃饭吗 你捡到了我的皮夹 于情于理 我都该谢谢你 其实黑也不用这么客气 吃吧 这里的汤蔬排骨 做得不错 谢谢 好 对 在吃饭呢 不是 还有赵某生 刚好遇见了 好 姨妹想跟你说话 喂 博生 琴记的菜很不错 你要多吃些 好啊 上次见面太仓促 嗯 也有很多外人在 一直也不方便问你 陌生 这些年 你过得好吗 嗯 挺好的 嗯 那就好 你方便把你的电话给我吗 嗯 我们找个时间 单独见一见 哦 1926219 4417 好 我记住了 那再见 好 把你的号码和名字说进去 连自己的出门名字都不会写了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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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你送我回来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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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下班 这是我的电话号码 记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到了 可是你们律所里面没有人 等一下 进来吧 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还有个电话会议要给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对杂志社与萧小姐的这次纠纷 作为萧小姐的委托律师 我需要向你问几个问题 请尽可能如实详尽地回答 好 据你提供的资料显示 你毕业于美国 是的 哪一年去的美国 2004年 据几日期 2004年9月 日期 二十九号 去了美国的哪个城市 纽约 我在纽约读书 什么大学 这个资料上面有写 抱歉 请您再重复一遍 中文学院 我英文恐怕不太好 中文名试 纽约世界艺术学校 介于我的孤陋寡闻 请允许我查询一下 不错的学校 全球摄影专业排名前十 的确值得你抛下一切 不远万里地去堵 所以你毕业以后 一直就在美国 从事摄影工作 不 不是 毕业以后 我去了洛杉矶 为什么 这 这个跟合同也有关系吗 我认为有关 因为 因 因为一些私人的原因 洛杉矶 也有一份不错的工作 在洛杉矶 你就一直从事 人物摄影有关的工作 是的 我看过赵小姐的作品集 你曾为很多好莱坞明星 和国际名模拍照 有这么好的工作机会 为什么选择回国 为什么选择放弃已经有的事宜 回国从头开始 不为什么 在我的眼泪 暂时停留 在我的眼泪 下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时间 进你的另外三号 赵小姐所说的这些 我会让助理一一合适 不过基于赵小姐所说的情况 我建议贵舍尽早做好应酬主 那如果跟换身影师呢 抱歉 贵舍违约在先 按照合同的规定 我的当事人 有权解除合约 并要求赔偿 可是 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或者我自己赔偿呢 不知道 赔偿的金额是多少 我当然知道 赵小姐 不在乎这点赔偿金 不过 恐怕这不可以 赵小姐 我想给你个建议 什么 我建议你和萧小好好聊一聊 毕竟你们是救援 我想她未必 会不念旧情 她的本意 也不是想打赢这场官司 那是什么 你需要问她 太好了 将近 喂 远峰 你到了吗 我这儿刚刚到 我可能得晚一点啊 现在这个时间太堵了 没事 那边怎么样啊 律师怎么说 回头再说吧 我先马上过去 二号的律师吧 对 小子龙 谁又忍你们高兴了 一脸坏笑呢 不行 越想越生气 走了 喂 何大律师啊 你的工作效率 什么时候这么差了 你不是说 瑰宝杂志社涉嫌违约吗 你怎么还不起诉啊 你确定要起诉 对 立刻马上 现在就起诉 抱歉 小小的电话 是的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好不容易跟你 预好时间做采访准备 你又要跑去工作了 不会 下个题目 好 我们来看下一题 这是个常规问题了 专业方面的问题 我们问完了 会问问这个 调节下气氛 很多未婚团嘉宾都被问过 请问 你心目中 未来的太太是什么样子的 现场的时候 跳过这一题 我就知道你不会回答 不过我也很好奇 不关我好奇 我们电视台的女同事啊 都跑来问我 你知道的 遗称 你决定了吗 你决定还是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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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琛 请我吃饭吧 好 很久没来这家餐厅了 他们家的烟肚鲜特别好吃 很像我妈妈做的哦 是有阿姨的味道 我上次回家的时候还跟他说 让他要不在这边开个餐厅算了 这样我们一家人也能在上海团聚了 阿姨年纪大了 就别折腾他了 好啦 我知道你孝顺 哥哥 我好久没叫你哥哥了吧 记得第一次你来我家的时候 我才九岁 你等 可以扎言 我们都长大了 人总会长大的 宇琛 你还记得我的室友晓琳吗 嗯 她生宝宝了 当年她毕业的时候 一手结婚证一手毕业证 一毕业就结婚了 没想到生宝宝也赶在前面了 本来我也打算一毕业就结婚的 本来我也打算一毕业就结婚的 告诉我 告诉我 好的 一定非她不可吗 一毕业 一毕业 其实 我 我的电视台同事 上次还想让我给她介绍你呢 是吗 是吗 你 你不考虑一下别人吗 好 这里进 下次我们换换吧 换换 也行 换广东菜 也好 这次 大理师请客咯 当然 买单 你好 一共是498元 好的 我上个洗手间 谢谢 这是找你的零钱 谢谢 走吧 找的零钱 我就是想问你 你知不知道何以梅这个人的过去啊 直说吧 我想追她 但是我觉得她这个人挺难靠近的 所以我就想先问问你 毕竟 你们俩上大学的时候就相识嘛 你没事挺好的 只不过 她应该有男朋友了吧 哎呀 不会 为什么不会啊 她昨天亲口告诉我的 她说她 一直暗恋着一个人 但是又不知道该不该放弃 所以我该肯定 她没有男朋友 你是说 她一直在暗恋一个人 对啊 所以我觉得 我还挺有机会的 对啊